那你已经暗恋她那么多年 为什么你会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点 向她表白呢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这种感情 暗恋五年感情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想知道当你完成了这个交代 如果是她拒绝你了 她把你这五年来的幻想 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怎么办呢 那我知道 如果她现在是幸福的话 我会祝福她 我也会磨磨离开 我想对这个小妹妹说几句话 极端的暗恋只有一个结果 幻灭 幸亏有了完美告白这个平台 你没有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把自己燃烧殆尽了 再做这样的事情 五年时间不短 但是也够长了 现在赶紧用告白的方式 给她一个出口 暗恋这种事情 总让我想到一种极端 被爱的头高到云端中 爱人的头低到尘埃里 她有一种极端的 对自己有一种否定的感觉 所以不敢有勇气去直面告白 我为她做了很多努力 像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然后三个月收了三十斤 我为她很努力 但是由于我的体质的问题 我的体重又返回来了 然后总也没收下来 也没有再遇到她 其实这五年你是一直在努力的 对 通过减肥 通过学习等各个方面 希望能够追得上她的步伐 对 你离开她已经多久了 她考大学时候考到哈尔滨去了 你在哪里 我在北京 你在北京 对 也就是说你们不在一个学校 已经有两三年了 对 那在你们分开的这段时间 你怎么去获得她的消息呢 我知道跟她比较好 同学的电话什么的 我有给他们打过电话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那今天来你是鼓足了勇气 一定要找到她是吗 是 对